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平均按揭的樓宇做的時間是多長 20年前的按揭大概平均是18年 10年前是23.7年 現在27.8年是越來越長 問題是什麼呢 大部份做的案期是10到15年 我記得我過的時候 最長的90年就開始試到有20年 開始越來越長 還有在97到03年樓價跌了七成 令到曾經選擇的年期是選擇15年 因為那個樓價相對來說比之前便宜了很多 隨著樓價上升 還有那個按揭利息由以前97年10厘 慢慢降降到這幾兩厘 現在供樓是淡淡肉 即是不同以前供親大部份供的都是息 不是本來的 是有不同的 那麼那個為什麼會長了那麼多 其實最主要就是金管局提高了那個壓力測試 令到就算是有這樣的人工 因為那個壓力測試的時候 他不攤牆那麼多 他就不合資格 所以那個年期長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金管局的壓力測試 這個無可口非 金管局的壓力測試是希望穩定到銀行體系 不會爆布 但是也都令到那個樓市是很難跌 還有很穩陣 就是不要想那麼多東西 買了資產拿著就這樣供 那以一個中國五大城市 中國那個經濟不斷上的時候 大城市的樓是會升 那這個就是自然的事 還有有很多不同的離陰費 令到賣了再去買回那個成本這麼高的時候 是令到的成交少了 還有是逼那些人是局渣資產發達 這個是現實 那我想預計 因為金管局是不會放寬這些措施 反而有機會慢慢再去加強那個壓力測試 令到可能整個年期 至於他們越來越長 可能由27.8年再去10年之後 可能是變成30年都不出奇 今天想說的案件年期就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